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傅曾湘先生一生致力于目录版本教刊之学 藏书二十多万卷 教书近八百种 他毕生传书的手稿达百卷之多 主要是版本目录学传书和邮寄 包括观书笔记 自藏书目和教刊拔记等 另有笔记 杂记 记录他经手古籍善本中有价值的珍稀资料 游记手稿二十篇除技术游历进程和景观之美外 还博引群书 考证史地 傅曾湘无论是在藏书 教书方面 还是目录学 版本学方面 都堪称一代宗主 他藏有一部南宋本的资质通鉴 一部原课本资质通鉴阴著 所以自称双建楼主人 1918年 傅曾湘在北京西寺的胡同购置了新宅 特意取苏东坡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的意义 为此宅院命名为藏员 并字号藏员老人 这也是藏员老人手稿这部书名字的渊源 第二本书是《吕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研究》 由孟宪时王振芬主编 吕顺博物馆所藏《吐鲁方文献》 是目前所知国内新疆出土文献中 唯一尚未全面整理公布的大宗收藏 被称为东皇吐鲁方文书最后的宝藏 这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自2015年起 吕顺博物馆与国内相关学者合作 组建了整理团队 开展对这批文献的全面整理与研究 本书就是首批研究成果的汇编 共收录了36篇文章 内容涵盖佛经 道经和少量四部典籍 民间文书等 作者队伍中不乏如荣新疆 王振芬 孟燕红等著名学者 这些研究成果将是我们对这批珍贵文献 对一千多年前突鲁藩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 有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第三本书 书四巡阅史 本书是当代著名藏书家谢其章 约请有人所撰文章的汇编 以寻访旧书寺 搜购古旧书为主题 包括陈子善 治安在内的二十多位住者 都是圈内熟知的爱书人 他们不仅富于收藏 且擅长凭借古旧书刊 书闸手稿等资料发为索引 探访历史真相 他们是藏书家 也是学人与掌顾家 谢其章先生在前言中说 书名里的书四 乃涵盖了新书店 旧书铺 甚至地摊等一切售卖 新旧古今图书制场所 书中各位作者 寻月所至 涵盖北京 上海 台湾 香港等地 远及美欧 日韩诸国 当然也离不开与文献拍卖 网络书店之结缘 全书以仿书依旧为主线 兼以掌顾考定 文笔老练 内容封沾 容趣味性与史料价值于一炉 生动展现了一群爱书人 榴莲书寺 搜寻旧时代文献遗存的动人场景 第四本书 古代五月祭祀演变考论 作者牛敬飞 五月祭祀是中国古代山川崇拜的最高形式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帝王如秦世皇 汉武帝 武则天等 都曾到泰山 松山举行 风扇大典 也就是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 以此向天地报告他们重整乾坤的伟大工业 同时表示 接受天命来治理国家 深入书理五月祭祀演变 是研究古代山川信仰的重要突破口 本书通过对秦汉以来历朝五月祭祀的考察 从精确思想 历史地理 政治文化等多角度来阐释 2000年来五月理智的新变化 新特点 以此揭示五月祭祀变迁的思想动力 以及五月在历朝的政治文化意义 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后一本图书是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史传传统 及其历史变迁 作者何月灵 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本质特征 不论属性生成还是内涵变迁 均与中国古代史传存在密切渊源联系 古代小说与史传的关系 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如果说捍卫六朝时期 小说与史存在着内在经事上的同质性 与文化谱系上的相似性 那么至唐代由一史的创作小说开始 人们逐渐关注到小说的本质特征 是虚构 自宋元出现白话小说以来 对二点关系的认知呈现出明显的 与史的疏离 小说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面目与性格 故事性和趣味性越来越强 在民间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 本书秉持辩章学术考静原流的研究思路 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的史传传统 及其历史变迁 既注意从宏观层面把握小说与史传 家族相似性的内在联系与谱系渊源 又注意从微观层面发掘其相似性的动态发展演变 从而为理解古代小说的史传渊源 及其蕴藏的文化精神 提供了新的关照视角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五本重点图书 请大家持续关注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 并与我们在Facebook上进行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